嘉義有位消費者到連鎖門與補習班上課 覺得還不錯 所以他先簽了分期付款同意書 但是並沒有簽下合約書 後來決定不上課 補習班說要收起一千元的手續費 要辦理退費時 這名消費者竟然發現合約書上 出現不是自己的情筆簽名 懷疑是不是業務為了業績代簽呢 轉而向消保官投訴業務 未造文書 並且報警處理 補習班展開調查 若確定是員工代簽 將會予以言成 明明沒有簽過的合約書 上面卻出現自己簽名 嘉義有位消費者到沒補習班 報名兩個月後 直到要退費時 才驚覺自己被人未造文書 我沒有要上課 所以請他們不要跟我收錢之後 他們就是說會扣我一千塊的手續費 之後我到現場去簽退款 才發現他們竟然拿出一份合約書 但並不是我的簽名 他們未造我的簽名 就是用合約書上面的條款 要跟我收費 原來這位小姐 也是一月份到加一間連鎖 梅雨補習班諮詢課程 當下覺得不錯 就簽下了分期付款同意書 但並沒有簽合約書 到了二月 小姐決定不上課了 告知補習班 對方說跟銀行結清 要收一千元手續費 消費者也接受了 直到三月要辦理推費時 小姐才發現好幾張 不是自己簽名的合約書 懷疑是業務代簽 涉及未造文書 第一時間小姐收到電經理藍信信上還寫說 是因為你的資料不齊 如果沒有備齊資料 會影響當初報名該送的該補助的權益 直到消費者投訴消保官並且報警後 沒與補習班才透過律師發出聲明 表示對於引起學員社會大眾以及各方困擾 深感遺憾與抱歉 本公司已對違規員工進行嚴懲 此類行為絕非本公司政策可得容忍 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確定說 這個簽名到底是誰簽的 對 因為調查結果還沒有出來 假設今天他真的有簽涉代簽的這個行為的話 那可能就是又由他自己去面對施法的這件事 那這個案子補習班已經同意解除契約 而且要同意全額退款 如果調查後確認簽名是補習班員工代簽 除了要受到公司嚴懲 還得背上刑法210條未造文書罪 提醒消費者要牢記自己簽過什麼文件 以免權益受損 記者楊無華 張俊榮 台南嘉義綜合報導